年过六旬的杨阿凯来自台湾台中市 多年前与四川仁寿县的妻子结缘后 他来到四川发展 与妻子从事进出口贸易 直到2019年应有水果种植经验 又恰逢四川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他与妻子一拍即合 决定在成都开发热带水果种植园 4月下旬 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市皮都区的台湾水果种植园 见到正在园内忙碌的杨阿凯 杨阿凯告诉记者 刚刚种下的台湾凤梨还在观察期 长是良好的火龙果树 蒸发新枝 牛油果 板香果也即将瓜果 热带水果是因为之前在台湾 也是做农业这一块 然后我们也就是说来到四川 感觉到这个农业 农业发展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然后就把台湾的一些比较好的品种 新的品种带过来这边试种 结果在去年的时候是种出来 火龙果特别好吃 百香果也是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吃 因为这边温差比较大 水果的甜度都很好 皮都区批邻成都中心城区 市场辐射力强 加之位于都江业水利工程下游 适合农业发展 为增进游客体验 这对两岸夫妻 特意配套建设了农家乐 这样一来 游客不仅可在此品尝台湾热带水果 还可吃柴火鸡 打麻酱 喝茶 台湾风味和四川特色 在这里完美结合 2020年冬天 受罕见低温天气影响 杨阿凯的种植园 温度最低达零下6摄氏度 不少火龙果树苗遭冻死 造成了不小损失 然后就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是因为它这边天气太冷了 太冷了 结果有一些火龙果百香果 遭了冻伤 还损失的还不少 大概几十万的苗子 全部冻伤 冻死了 这样子 记者在现场发现 在种植园火龙果树下 多了一种水果 台湾凤梨 这正是杨阿凯的最新规划 我今年就是看到新闻说 这个台湾凤梨不能进到大陆来了 然后我们就想说 因为我们种凤梨也是有点经验 既然有这么好的水果 我们就把它引进到我们这四川来 来种植 释种已经释种了 到了明年能够能够释种成功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品种把它推广的比较普遍一点 这样子能给作边的怎么这个四川的朋友都能够要尝到这个好的东西 好的品种 这种台湾的凤梨 能把它带动起来 这样子 其实在成都种植热带水果以来 杨阿凯已颇有名气 尤其是2020年火龙果丰收 更让周边许多种植户新动摩拳擦掌 在他看来 自己是种成功只是开花 向当地推广台湾品种和技术才是结果 因此 今年他已开始与本地种植户合作 我就是把这个新的品种引进来 然后把这个技术推广出去 然后让周边的这些喜欢种植的这些乡村这些农民 能够把它带动起来 让他们发展起来 这样子让他们多一些的收入 因为这个品种毕竟价格比蔬菜各方面 各种水果的价格还要高 然后我们把技术传给他们 让他们来赚钱 让他们来发展这样子